欸欸欸等一下 嗯? 你知道肉圓的精華是什麼嗎? 喔! Smoling的看看看看台語 嗨咧大家好 我是哪裡台灣二台語的馬來西亞人 Smoling 這裡是我挑戰台灣料理的第五節 前四節在這裡 大家可以去看以前的樣子 這次我挑戰台灣的料理就是很高工的 台灣很有名的包圓在彰化 中華 中華 我的當時的阿嬤是要包圓的 大家不要期待很高 現在就來挑戰 你每次都有一個目標啊 你這次的目標是什麼? 我沒有目標 今次就是做一顆就好了 因為我懶惰 我不要做只有一個顆顆 走囉 Let's go Okay 這樣就是像白椒耶 沒那麼過的就好了 ears 是瓊玉 妳轉起 kill 現在已經開始好這個樣子 貝米粉 彈 obligation 混 弄一顆小子 好佳人喔 換你們三個 OK 來囉 喔 低溫的 來 來這微微的表面金黃就可以了 我不太大 翻面喔 哇好重喔 OK這個很大顆的肉圓已經做好了 先切開給大家看 哇裡面是很Q的喔 外面就有一點切切了 哇這個皮皮你的臉皮還厚耶 等一下 你知道肉圓的精華是什麼嗎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現在就去做 好 OK 你來很久耶 自己吃囉 所以要吐嗎 所以妳覺得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不錯耶 妳有吃過嗎?妳有吃過台南的嗎? 章話的嗎? 章話沒有 台北有 但是這個大就是皮太厚 因為我怕它破天 所以我做太好了 裡面的內蟹也是不錯的 它的調味 有一點點像 但是總覺得差一點點 可是醬我覺得蠻好吃的 沒關係 因為靈魂成功就成功了 叫貓貴嗎? 比較Q彈的 可是貓貴沒那麼Q對不對? 對 還不錯吃啦 醬好吃 感謝這個醬 救了所有的 挖貴 對嗎? 妳要給的定義是失敗嗎? 它是一個成功的挖貴 今天的挑戰就是 改成挖貴 今天的台灣料理提供節就結束了 應該有1點的成功了 2點成功就成功了 我可以繼續挑戰自台灣料理喔 大家要看什麼可以留言 OK 我可以結囉 拜拜 等一下我會關注你 再給你嚼囉 哈哈哈哈 做表面 一直要做表面 這個初衷的工作就好 怎麼再來 我來啦 好啦 喔 這個就是索色的喔 只要靠上面一點的話比較像肉圓 裡面像挖貴 挖靠球霸彎 對呀 我來看好了